末日三年 丧尸病毒被攻克 可我却被推进丧尸群 再睁眼 我重生了 我用尽手段只为活着 可没想到 重生的不止我一个 被萧原一脑袋拍醒时 我整个人是精神恍惚的 完全没有听见 她那喋喋不休的教训 公司招你进来 是让你来工作的 不是让你来摸鱼睡觉的 你就该把公司当成家 萧原是我进公司后 认识的第一个同事 也是我的地下男友 一开始 她就说不想公开办公室恋情 所以这些年 我们都是暗中交往 约会见面地点不是她家 就是我家 在公司里 要么两人相顾无言 要么对我指手画脚 往常我都是一人再人 如今 我看着她丑陋的嘴脸 迅速从鼻桶里 抽出锋利的剪刀 我很想一刀解决了她 这个人 是前世害我惨死的罪魁祸首 可窗外照进来的明媚阳光 清新空气 窗外的车水马龙 这一切都在告诉我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末日即将爆发 我没有时间了 我快速收好私人物品 用力将还在王八面经的肖原 一把推开 她的后背 整个撞击到墙角 痛得忍不住轻哼 刚要恼羞成怒 却被我接过话头打断 你倒是把公司当成家 可公司真是你家吗 不过一破打工的 还想拿领导派头 找错人了呀 给我滚远点 我们分手了 我快不离开公司 不顾被我言语整得 错愕不已的肖原 迅速打车回了家 再从手机里 把肖原和闺蜜拉黑 回到出租屋之后 我才努力静下心思考 前世被丧尸活生生啃咬的痛苦 依旧让我心有余悸 前世 我辛苦拉着几个超重的行李箱 跟肖原回乡见她的父母 想着好不容易准备要修成正果了 可没想到和我们一起的 还有我的好闺蜜圣云 刚进村末日便爆发了 所有人被封在村子里 为防止丧尸入村 村长带着村民将进村的路堵死 而肖原具有男人好吃懒做的品性 圣云甚至说她是我带回来的 造成这种被困于子的罪魁祸首是我 村里物资匮乏 我一度心怀愧疚 王宝川附身 为他们挖了两年野菜 可是 圣云受不了这种与世隔绝 天天吃野菜的日子 背着我穿多消园 带她逃跑了 不过 他们又连滚带爬都回来了 身后还跟着恶心丑陋的丧尸群 后来 丧尸群犹如小日子进村 来了个大扫荡 在全身血污的丧尸将我扑倒 张大嘴朝我啃咬时 幸好 救援队来了 就我的救援队队长一身尽装 五官伶俐 明明第一次见到 却似曾相识 在她的带领下 我被顺利带到了安全基地 近300人的村子 就剩下17人活着 可肖元和圣云很幸运的也在其中 从村子出来后才知晓 如今丧尸遍地开花 安全基地物资也匮乏 资源有限 要获取物资 打丧尸 基地附近巡逻是最常见的手段 末日爆发的第三年 听闻丧尸病毒被攻克了 已经在实验阶段 丧尸不日便会结束 人类终于有了希望 那一天 圣云为了兑换一桶红烧牛肉面 非要拉着我和肖元出去做贡献 本来我们三人是照常在基地附近巡逻的 可他非要参与战斗队伍去打丧尸 他的煤气体质引来了一波丧尸 为了争取逃跑的时间 他和肖元两人混合双打 将我推进了丧尸群 两人甚至手牵手逃跑了 好似他们才是一对恋人 在混合着脑浆和血液 身上重度腐烂的丧尸 撕咬着我的身体时 我下意识闭上眼睛 不要 谈雨 不要 被拉扯啃咬的瞬间 隐约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 可下一秒亦是被痛感静默 如今我重生了 距离末日爆发还有一个月 我必须要活着 可毕业两年 扣扣搜搜只攒下一百万 这远远不够 末日之后 秩序崩坏 我要在那之前 尽可能地想办法活着 首先打开某冬 某宝 某椅 各种借贷软件 把能借的最高额度都借贷上 再去各大行办理信用卡 透支最高额度 零零散散凑齐了五百万 最后打开Boss某聘 应聘本市郊区 移动长期没人住的别墅的小管家 之后 再想办法对别墅进行改造 只能对不起别墅的户主了 末日爆发之前 我必须找个安全的地方 把为数不多的钱财 用在囤物资 做好安全防护这件事情上 实在没钱买房了 距离末世来临 还有26天 我成功拿到别墅的钥匙 我连忙打电话给装修公司 让他们派人来 加装和改造别墅 别墅外围的围墙 原本就有两米高 我让装修公司 加高到五米 大约两层楼的高度 再在围栏上 加装高压电网 将别墅所有的门 窗全部换成防暴不易碎的 别墅内所有的玻璃 全部贴上单向透视膜 并在墙体上 加装隔音设施 丧尸的嗅觉和听觉灵敏 我在房内走动娱乐 必然会产生响动 必须把外转的声音降到最小 末日后不能外出 水源是最重要的 我又让施工队 在别墅自带的小花园里 挖了两口井 看着花园里隔开的几块小花坛 想了想 又让施工队 将花坛里的景观植物 全部挖出 将其中一两块挖成水池 剩下的几块将泥土翻出 以备后续种菜 光有水不行 习惯了有电的生活 末日后 没电绝对是人间惨剧 而且围墙上的高压电网 也需要供电源 我又要求施工队 在楼顶加装太阳能供电系统 为了防止故障 直接要求装备两套 施工队队长看着我 一脸神色莫名 这改动太大 材料采买和动工也需要时间 完工得至少一个月 我赶忙掏出预先准备好的银行卡 和手机聊天记录 这不行 别说主人说了 钱不是问题 他愿意出原装修的两倍价钱 但施工进度必须快 要求十天之内必须完成 队长听完价钱 面上一洗 瞬间心动 干净十足 我知道这是成了 保证完成任务 我面上平静无波 内心却暗暗窃喜 别墅是有主人的 我不能轻易动 在应聘上小管家之后 我就联系别墅主人 借口别墅内疚 无人居住 多个设施损坏 院子里杂草丛生等等 再借机提出我的要求 我能不能对别墅做一些修整 将坏掉的设备换掉 将院子的草除掉 在得到别墅主人的同意之后 将部分聊天记录删除 只留下别墅主人 同意我动工的消息 找到物业和施工队开始动工 虽然有些不道德 但末日爆发之后 世界陷入混乱 我必须在那之前 努力为自己找一个庇护之所 之后 我开始囤物资 期间给弟弟谭言打了个电话 十万伙急 让他必须立刻开上他的大卡车 来我这一趟 距离末世还有二十天 施工队还在动工 施工期间 工人在别墅内活动进出 我一个女生 不能太明目张胆地购买物资 只能开着我的四人坐小轿车 先慢慢囤 打算等谭言到了 再让他和我一起囤 这几日 我先后去了大润发 买了日常生活用品 卫生巾 牙膏 牙刷 毛巾 浴巾 洗发水 沐浴露 洗衣液 卷脂 抽脂等等 期间还买了一些耐存储的食物 大米 面粉 自热米饭 自热火锅 酸辣粉 螺丝粉 面皮 挂面等食物 油 盐 酱油 生抽 醋等调味料 买完放置在小车里 每天晚上等施工队走后 在自己搬到别墅内存放 别墅内三层楼 每层楼约200平 42厅两位 地下室两层 地下一层31厅一位 地下二层空空荡荡 长时间处于较低温的状态 是存放物资的绝佳位置 距离末世爆发 还有18天 这一天 我照常才买完 将东西放进车 开车回家时 在路上接到了谭言 已经到达恩氏的电话 我给了他别墅的地址 让他直接到别墅门口等我 我刚下车 便看见谭言和一个 黑衣尽装的男人 站在别墅内 施工队正在呼吱呼吱地 做最后的收尾 别墅内已经大变样 别墅外围已经加高 安装上高压电网 别墅内花坛已经挖空 两座水井静静处立 我快步走近 内心暗自揣夺 奇怪 这两人怎么进来的 听见声音 谭言和男人一同转头朝我看来 谭言见我面上一喜 又面露尴尬地 向我介绍身旁的男人 姐 这是顾晨哥 男人长了一张 眉清目秀的脸 身上却自带一种肃杀之气 我伸出手 微笑着准备打招呼 还没开口 笑容瞬间僵硬 只因谭言的语出惊人 可 也是这别墅的主人 天要亡我 物资还没囤多少 我没有多余的钱 将别墅改造回原样了 我尴尬地将男人 请进别墅客厅 男人挺直腰板 大踏步向前走 边走边巡视 姐 你这别墅 怎么搞这么大动作 你怕不是要上天 我和谭言 跟在男人身后 窃窃私语 可这闲眼包 再次语出惊人 我伸手拍向他 你别贫了 我要能上天 我可不指定带着你 客厅里 三人在那 互相大眼瞪小眼 我思考着 该怎么解释这一切 谭言是我最亲 最信任的人 我能无所忌惮地告诉他 我重生了 末日要来了 这种魔幻的事情 但是顾晨 我将谭言拉到一旁 极其郑重问道 顾晨 可信吗 谭言刚想调侃 见我神情凝重 也收起嬉皮笑脸的 神情正色道 他是我队长 我能保证他可信 我纠结一番 决定将末日 即将爆发的事情 合盘托出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 隐瞒了 我重生的事实 漫长的沉默过去 我不得已再次开口 我知道太荒诞了 你们可能不相信 但是末日真的会来 要不然 我囤这么多物质干嘛呀 顾晨用力握紧 座椅上的把手 心筋突起 像是在极力忍耐 我既然承诺了 允许你对别墅动工 便随你改造 至于你说的末日 先不要大肆宣扬 我会看着办的 画壁 见我望向他 他却连忙松开手 仿佛那一幕 是我眼神出现了幻觉 我不知道 顾晨是否相信我说的话 但他真的随我改造去锁 甚至还向施工队 指出了一些 我之前没注意到的细节 我只知道 谭言是完全不相信的 他才二十岁 还在上大学 暑假努力兼职赚钱 还是一个对世界 我这般模样 却还是将身上 传的钱全给了我 我不多劝 有时候晚一些 见识到人性的残酷 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在那之前 我能做的事情 就是囤购几人的物资 第二天 顾晨便开着谭言的大卡车 陪我去采买 谭言盯着施工队 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一到商场 两人便分工合作 顾晨先去找商场 板商 批 采购大规模物资的事情 而我去超市购买一些 量少耐用的必需品 我正推着购物车 却碰见肖源和圣云 两人手挽着手逛超市 两人合推的购物车里 放着几袋大米 油和零食 一见到我 肖源立刻松开 圣云的手 急步窜过来拉住我 肖宇 你干什么去了 这些天 我都联系不上你 我还没来得及扯开她 她看见我购物车里的东西后 脸色突变 着急忙慌地问我 你一下子买这么多物资 你说 你是不是事先知道 要发生什么了 我心下一惊 面上却不动声色 我老家发了大水 我来采买些物资送回去 倒是你们 买这么多米面粮做什么 前一周 我老家那边确实洪水暴涨 把村子里的大半房屋都淹没了 幸亏国家早已做好了居民迁移 肖源听完 脸色缓和下来 盯着我放在购物车上的物资采买单 露出垂涎的神情 前两天一直联系不上你 我只能叫你闺蜜 一起出来买点东西 还有 我打算提前退休 正好你在这 你这些东西都被寄回去了 反正他们最后也用不上 你把这些东西都带上 我们三个人一起找个与世隔绝的乡村 隐居三年 边说着 他拿起我的购物单 上面罗列了各种 我即将采买的 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各种产品 他越看越面露满意 盯云挨着肖源 头从他肩膀一侧露出 同样看着我的单子 扯着肖源的手臂 开心雀跃 既然小雨都把这些东西买好了 我是不是能多买点漂亮衣服了 盯云还在和肖源撒娇 我却禁不住恍惚 以往肖源最是向往繁华都市的生活 我曾提过压力太大了 想和他回小县城 找个安稳的工作 他毫不犹豫拒绝 一正词言 强调他是从村里出来的大学生 回小县城 岂不是让人笑话 为了撑面子 吃穿用度都要最好的 如今却迫不及待的 要找个村子躲起来 我以为自己能重生 已经够荒诞了 没想到 重生的竟然不止我一个 我一把扯回他手里的单子 看着还在打情骂俏的两人 压抑着火气沉下脸 滚 你们这对渣男贱女 都这么明目张胆的在一起了 是觉得我是傻子吗 活该给你们当牛做马 我推着推车做事要走 肖源却恼羞成怒 跟我分手可以 只要你把采买的物资给我留下 我就答应分手 我冷笑一声 有时间回去照着镜子 看看自己是什么猪狗 算盘猪子都蹦到我脸上了 肖源上前拦住我的推车 目光充斥着怒火 太阳起手掌就要挥向我 落到半空 被一只修长有力的大手拦住 顾尘不知何时来到了我身边 他近一米九的身高 将一米七出头的肖源 衬托得小夹子气 肖源被推开 他踉跄两步身子 倒向身后的货架 被顾尘身上的气势 吓得后退一步 却依旧耿着脖子呛声 你谁啊 有病是不 我教训我女朋友关你屁事 顾尘没理会他 将我护在身侧 低头扫了一下我 声音中透露着一层担忧 没事吧 我摇摇头 肖源却仿佛自己被绿了一般 阴阳怪气诋毁 原来棒了的大款 怪不得敢跟我分手 圣云贴近了肖源 手放在他胸前 给他顺气 肖源哥 他这种无趣的女人 不到两天就被抛弃了 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说不定就跟上一次被丧 云云 肖源慌忙出声 打断了圣云的话 却猛然被顾尘一拳头捶倒在地 嘴角青子伸出血丝 哎呀 打人了 杀人了 圣云不顾场合的叫唤起来 我被顾尘的这一动作吓了一跳 赶忙将他扯回来 别闹大 这是在超市 周围已经有不少看热闹的顾客围绕过来 圣云想把躺在地上的肖源拉起来 却碍于他庞大的体重无可奈何 我上前蹲下身 笑意却不搭眼底 冷笑着凑近两人 用只有他们两人能听到的声音沉声道 现在是法治社会要遵纪守法 可这万一不是法治社会了 你说我这棒上大佬 你们躲得了初一能躲得了十五吗 两人不敢吭声 眼神里尽是对顾尘的忌惮 看来大家都心智动明 这段时间大家若是安分守己 自然相安无事 若不然 我到时候不介意手上染上些红色 我站起身 拍拍裤子上点灰尘 朝顾尘走去 我们走吧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和顾尘一起装好物资 回到别墅后 我就开始给物资分门别类放好 接下来的几天都没再出过门 只有顾尘时不时出门 戴上檀眼早出晚归 有时候一整天面都见不上一面 末世爆发前两天 我突然感到心慌气躁 破天荒起了个大早 凌晨五点钟 天还没亮 我走进客厅打算接杯水喝 却被坐在客厅沙发的黑影 冷不丁下了一跳 顾尘坐在那 一言不发 他见到我 嘴唇微动 却没出声 我刚想说话 谭炎肩上背着个包 急匆匆从楼上下来 见到我 他脚步一顿 慢悠悠走到我身前 姐 你 你没睡啊 我轻踢了谭炎一脚 物资都背得差不多了 你小子背着个包 甚至还想出去浪 以为外面很安全是不是 谭炎文言 却没像往常一般 和我扮嘴 低头抿着嘴 手上无意识抹扎着肩带 这是他有事满我的小动作 我喝了一口冷水 冷意顺着喉咙流到身体里 脑子瞬间清明 我看着默不作声的两人 握着杯子的手 不自觉用力 嘴上努力维持正常的说话语气 谭炎 默事要来了 我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 姐 我 是我要求他归队的 顾尘声音平稳 似是无关痛痒 我心上绷着的那根弦 猛的一下断了 脑子里一直笼罩在记忆中的 那层沙被剥开 怪不得我觉得 顾尘一直给我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 顾尘 谭炎曾经军队里的队长 谭炎入伍的那两年 我曾去军队里探亲过一次 在谭炎带我去他寝室的路上 我曾远远见过顾尘一面 那时他穿着军装 身姿挺拔 在训练新兵 而上一世 在村子将我从丧尸口中 救出来的也是他 理清这一切后 我鼻头突然涌上一股酸胀 甚至要努力 不让眼中的泪渗出 和手中的水杯 却由于手部不自觉的颤抖 也跟着颤抖 顾尘 谭炎他已经退伍了 他现在只是我弟弟 我好不容易囤了这么多的物资 只要三年 到时候疫苗就被研制出来了 我只剩他一个亲人了 我想要他活着 我曾发过誓 若有战 照避回 如今国家有难 你别怪顾尘哥 谭炎打断了我的话头 上前抱紧我 我的眼泪涌了出来 却再也说不出阻止的话 顾尘沉默不语 盯着我的眼眸深不可测 似有千言万语 我向你承诺 我会用尽我的一切保护好他 谭炎最终还是和顾尘离开了 可能因为我的预知 国家做了一些准备 而谭炎和顾尘作为军人 要回去抗争 我将两人送到门 谭炎红着眼 一声不吭 头也不会上了车 这臭小子也不懂 回头给我个拥抱再走 顾尘站在我身侧 望着已经开始变得异常的天空 开口说道 客厅桌子下的抽屉里 有我留的防身工具 使用说明我也放在里面了 你到时候可以用来防身 等我们走后 你就把大门封闭 把别墅围墙的高压电网开启 不要出来了 外面并不安全 如果我能活着回来 你能不能和我 他说话留一半 沉默了下来 我疑惑的抬头望向他 他自嘲是笑着开口 算了 我走了 你弟弟我会顾好的 说完 他抬脚走到车旁 用力打开驾驶座的车门 坐了进去 车辆启动 两人瞬间消在我眼前 我望着他们离去的车影 直到再也看不见 眼泪又不听话地落下来 我走回客厅 拿出了顾尘留下的盒子 里面是一把静音手枪 跟使用说明 漠视爆发了 我开启了高压电网 这附近都是郊区 往常很少有人来 如今也照常没有多少人 只偶尔在别墅外面 晃荡零星几个丧尸 不到一周 就开始断网断电了 世界秩序陷入了崩坏 我不得不使用 之前备好的发电机进行供电 末日爆发后的两周 我突然被一阵叫喊声吵醒 隐约听见有人在喊我的名字 赶忙看了一眼监控 却发现 萧元和圣云 不知如何找到了这个别墅区 正在门口叫喊着救命 让我开门 我起身拿起枪 往门口走去 不能让这两人一直在这叫喊 会引来附近的丧尸 我把门上专门开设处的小窗打开 一见到我 两人身上早已没有了往日的体面 一身脏污 身上涂抹着黄色不明液体 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屎臭味 谈雨 快开门放我们进去 快 附近有丧尸 两人争相说话 互相厌恶对方身上的味道 想进来却不敢靠近门墙 我手捏鼻子皱眉 眼神凌厉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 这本就是郊区 而且为了特意营造这别墅无人居住 我晚上甚至不敢开灯 窗帘大门时刻紧闭 往日也刻意不弄出声响 当时从超市出来 我们一直跟在你们后面 你快别废话了 赶紧放我们进去 丧尸要来了 我心下一惊 知道是自己大意了 当下也不是懊悔的时刻 远处的丧尸听见动静 已经再开始过来了 只是刚成为丧尸 行动缓慢 除了你们 还有其他人知道我在这里吗 我内心闪过一个大胆的想法 面上却不动声色 耐着性子问道 两人见远处开始有丧尸靠近 着急忙慌 口不择言 没有 只要你把我们放进去 我们三个人都可以衣食无忧 就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 要不然我就四处宣扬你 这里有个安全所 你在这提前囤了几年的物资吧 一旦我宣告出去 你也跟着我们一起玩玩 文言 我浅笑着 手伸向口袋 见状 两人满怀希望 下一秒去面露惊恐 小雨 我就知道你最好依依啊 你想做什么 圣云甚至躲到了消源身后 我从口袋中掏出了固尘留下的枪 对准了门外的两人 语气冷漠 你们也是重生的吧 真是荒谬 如此丧尽天良的人居然也可以重生 远处的三两的丧尸 距离两人只有十来米了 不到十秒便可过来 消源一把扯住圣云 将他往丧尸里一推 猝不及防 被推倒的圣云来不及站起身 就这么被丧尸扑倒在地 胡乱啃咬丧命 上一世不是我杀的你 是圣云将你推向丧尸的 不关我的事情 如今我替你报仇了 你快把我放进去 我以后一定给你当牛做马 暴打你 消源跪倒在地 时不时回头看丧尸 又不停地向我恳求 我没想到 圣云会就这么轻易失去生命 也没想到消源如此无耻 我再次抬起枪对准了他 他已经没有人性了 他不配活着 消源死了 他是被高压电电死的 在我举起枪时 丧尸来到了他身后 他不顾一切想要冲进来 被高压电电死了 那三句丧尸中的一句 过来要啃咬他 我再次举起枪 将丧尸一起解决了 我将门窗重新关紧 怀着沉重的心情回了房间 别墅附近每隔几日 就会有人来将出现的丧尸解决 顺便拖走 却从来不曾打扰过我 不过几日 别墅门外 圣云几人的尸体便不见了 接下来的半年 我一个人待在别墅里 一睡便睡到中午 起来煮个简单的面食 一个人吃完 下午打扫一下卫生 打开平板 开始看我之前下好的电影或者小说 到了傍晚 我就开始做饭 吃完饭 天黑之后进入地下室 继续未看完的电影或者小说 只有在地下室里 我才能安全无忧地开灯 日子一天天过去 其间 顾晨和谭言来了两次 第一次来时 谭言很激动 他成长了很多 不再是曾经那个懵懂的傻弟弟 他哭着和我倾诉 自己眼睁睁看着多少人变成了丧尸 却束手无策 第二次来 他开始平静地跟我讲述丧尸爆发 哪里又沦陷了 哪里又需要救援 在哪个城市 他看着身边的队友成了丧尸后 不得已亲手杀死了队友 顾晨基本上都在沉默着 并不多话 只是如望夫时一般目光灼灼地盯着我 仿佛要把我盯出一个窟窿 两个人每次都急匆匆来 又火急火燎地走 每一次 我想让他们带走一些物资 两人却依旧什么都没有变走了 又是一天早上 我还没起来 便被一阵猫叫叫醒 萍萍踩在我脸上 见我醒了 急切地要往门口冲 来了 来了 我只得起床 跟着他往客厅走去 萍萍是只蓝白公猫 他还有个老婆 叫安安 也是只蓝白 萍萍安安是顾晨第二次来时 带来送我的 说怕我一个人寂寞 把他们送来 可以陪我说说话 我给他们取名萍萍安安 寓意他们都能萍萍安安 这段时间 安安怀了宝宝 这几天就是预产期了 我赶紧跟着萍萍来到客厅 只见安安已经产下了三只小猫仔 我预先垫上的垫子 已经满失血迹 安安虚弱地躺在垫子上 有气无力地叫唤 第三只小猫仔 其带还没被咬断 萍萍将我引到此处后 赶忙窜到安安身边 不停地舔着它 时不时看我 寻求我的帮助 不怕不怕呀 我赶紧找来剪子 剪断臍袋 将猫仔身子擦拭好 心裹在备好的小布包里 又快速清理好安安的身体 给它们换了个更舒适的小窝 没过几日 小奶猫就可以颤颤巍巍地走动了 那小身板把我门化了 我无趣的生活 有了些许依靠 后来忙着打理猫仔 日子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明天就是除夕了 你说顾沉跟谭言会不会回来 我揉了揉鸡蛋灌饼的肚子 自顾自说道 鸡蛋灌饼 是当初由我剪断期待的猫仔的名字 平日里 萍萍整日陪伴在安安身边 另外两只猫仔活蹦乱跳 互相打架 只有鸡蛋灌饼特别碾我 每天就窝在我身上不愿离开 上一次见面都是半年前了 也不知道外面怎么样了 它们是否还安全 第二日除夕 我早早起床 将之前囤着的新春对联和福字 拿出来开始粘贴 鸟鸟鸟蛋灌饼 跟着在我身后叫唤 做完这一切后 我开始准备今天晚上的年夜饭 从水池里抓了条鱼 又从鸡栏里抓了几只卢花鸡 拿几个卢花鸡蛋 从冰箱里掏出一些冰冻的肉类解冻 随后去菜园里耗了一把青菜 我准备做糖醋鱼 公保鸡丁 番茄炒蛋 焖猪蹄 水煮肉片跟白酌青菜 心中暗自祈祷他们能回来 可我坐在饭桌前 一直等到了凌晨十二点 直到希望落空 新年快乐 我将鸡蛋灌饼抱在怀里 轻声对着他道 喵 我将他放下 拿起筷子 刚要准备下筷 却听见门口响起了车鸣声 我连忙起身 再透过监控 看见顾晨和谭炎站在门外之后 便飞奔出门 同时遥控打开门口的大门 还没跑到门前 就看见我那傻弟弟 搓着手不停哈气 顾晨一见我 就猝着眉头 抬手解下身上的大衣 等我一到跟前 就将身上的大衣 往我身上劈 我这才发觉自己 居然没顾上穿个外套 看着他单薄的外衣 我下意识想解开 却被他喝止 外面冷 你一个女孩子不能受动 对呀姐 你太冒失了 就这么想见你亲爱的弟弟嘛 哈哈 我抬手捶了一拳弹眼 就你贫 还不赶紧进去 冻死你得了 拢好外套 外套内侧还有阵阵暖意 我脸上微红 眼神却不敢直视故城 赶紧进去吧 话闭 三人便抬脚往里走 回到客厅 我重新将饭菜热好 三人一起吃了个 迟来的团圆饭 等我洗漱完再出来 谭言不知跑哪去了 只有顾晨站在客厅窗台 望对远处 许时听见脚步声 他转头 伴着清冷的声音传来 最近过得好吗 我不得以抬脚走近 随口扯了个话题 还行 外面如何了 顾晨又开始盯着窗外的黑夜 北方的局势基本是控制住了 然后我们就要往南方去了 可能一两年内都在那边 我一正 要一两年杳无音信吗 我声音颤抖 什么时候走 明天一早 我低着头沉默许久 假装不在意开口 嗯 知道了 我有些困了 我先去睡了 话闭 我转身往房间走 没注意到 抬手想拉住我 却又停住无奈握拳的故城 刚回到房间 就看见谭言鬼鬼祟祟 往我枕头底下塞了的东西 我冷不丁出声 把他吓了一大跳 谭言 你在干嘛 他惊得起身 急得眼神乱飘 却陡然在一处定住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刚想上前挡住 却没想他更快一步 这不是顾城哥的枪吗 怎么在你着 姐 这不会是顾城哥 送你的定情信物吧 姐你喜欢顾城哥 我迅速上前拿走东西 脸色发红 这是顾城送我房身用的 什么定情信物 小孩子不懂 不要乱说 还有 你在我枕头底下 放什么东西 见我要翻开枕头 谭言不淡定了 他一把躺在枕头上 耍赖一般 没什么 就是一个新年礼物 姐你等我走了再看嘛 一想起他要去南方 心又悬了起来 谭言见我不开心 开始别扭地安慰我 我见不得他那扭尼做态的样子 只得将他赶出房间 他却不死心 边走边嘟囔 姐你真不喜欢顾城哥呀 他挺好的 要是把你托付给他 我也放心 我羞地拿起手上的枕头摔向他 大声气道 不喜欢 快走吧你 见谭言真走了 我抬脚走向门口 想把枕头捡回来 却看见一只修长的手 先一步捡起了枕头 顾城将枕头拿给我 目光充斥着深不可测的光芒 我尴尬的脚趾抓地 刚刚那么大声 他定是听见了 可他却没提及刚刚的事情 从口袋中掏出一袋子弹递给我 见我没接 他才斟酌着开口 给你防身用的 不是定情信物 没等我接话 他放下袋子就往门口走 还顺手带上了房间的门把手 正当我以为他就这么走掉时 他却停住 身子背对着我再次开口 声音抱着一丝希望 如果你允许 也可以把它当作定情信物 话必他关上房间门 独留我一个人 突然心脏狂跳 犹如小鹿乱撞 年后果真如同顾城说的一般 他跟谈言又离开了 我如同以前一般 一个人独自又待了一年 新一年的除夕 只有猫咪陪我度过 这附近几乎没有再出现过人影 只偶尔有几只误入的丧尸 被我打死了 不要 丧尸爆发的第二年三月份 这一天我突然被噩梦惊醒 梦里我被人推入了丧尸群 我想逃跑 可我的脸却变成了谈言的 我看着他被推进丧尸群 想救他却突然从梦中清醒 眼角不知为何不自觉流出泪水 睡着的枕头上已经湿淋淋一片 我起身洗漱 可往常喜欢围绕在我身边的猫咪们 此刻却一直都不见了 平平 暗暗 没头脑 大不点 鸡蛋灌饼 我叫唤着往客厅走去 却发现猫咪们都围绕在一起 暗暗屋叶着 不断地给躺在地上的平平添毛 我内心涌上了一阵恐慌 心脏不知为何振振脚痛 疼得我摔倒在地 躺了五六分钟才缓过来 我缓步走近 却发现平平僵硬地瘫在地上 他毫无预兆地没有了气息 我只得找了个地方将他安葬了 内心不自觉地难过 为他的离世 也为谭言再也不能见到他了 谭言最喜欢平平了 往常每次来都喜欢将他抱在怀里逗弄 守着一只母猫 三只猫仔 我就这么又过了半年 若还依照上一世的时间线 再有半年就该有丧失病毒被攻克的消息传出来了 这一天天气异常炎热 我照常满头大汗给猫仔们争当铲使官 门外终于响起了久违的车铭声 我跑到门口 顾尘一身黑衣倚靠在车门旁 嘴上吐出一层云雾 手上的烟忽明忽暗 见到我 他才站起身 将烟头扔在地上 用脚踩灭 许氏整夜开了车 整个人变得特别憔悴 我往他身后看了看 没看见往日跳脱的谭言 许氏这次没来 毕竟之前也有过一次谭言出任务 只有顾尘一人前来的情况 不进来吗 我轻声开口 顾尘没动 只是眸光深沉地看着我 声音沙哑 不聊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顺便给你送个东西 我心里有些失落 我挺好的 你看我还长胖了几斤 就是平平去天堂了 对了 你要给我送什么东西 还有谭言 怎么没跟你一块来 他是不是想看见我这个姐姐了 顾尘眼中闪过痛苦神色 握紧手里的拳头 却没回话 转身从车里拿出一个盒子递给我 我盯着那个盒子 心里慌乱的感觉 瞬间流窜到四肢百骸 颤抖着伸手接过 却不敢打开 只是眼含热泪盯着顾尘 眼泪不自觉地落下 顾尘却不敢指示我的眼睛 只是低着头 盯着脚尖沉默许久 对不起 听见这一句话 我的耳边突然听不见世界的任何声音 只剩下不断冲击我的耳鸣声 脑子无法思考 身体没有意识到向下倒 撞进了俯身 接过我的顾尘怀里 谭语 我在醒来时 人已经躺在床上 整个人仿佛从溺水的世界里探出头 为了活下去而用力呼吸和喘气 床边放着晕倒前 我紧紧抱在怀里的盒子 顾尘坐在我房间的椅子上 见我醒来 给我递来一杯热水 谭言他 怎么没的 见我没接 顾尘握住手里的热水 斟酌许久才缓缓开口 为了救一个小女孩 那个小女孩 坐在破旧的房子里哭 那时候 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 谭言孤身一人进去的 可房子里躲着六个成年丧尸 那些丧尸生了痣 我们没来得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拿过床边的盒子 他走了多久了 半年 我用尽所有的力气打开 里面的东西很少 只放着谭言的军服 和一块有些生锈了的机械手表 顾尘 你没做到当初 从我这里带走他时候的承诺 我拿起手表 将他放在胸前 可好奇怪 从此我在这世上 就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世界只剩下我自己一个 我竟然没掉出一滴眼泪 我只是拿着他躺回床上 背对着顾尘 努力用最平静的语气开口 你走吧 我想一个人静静 我知道他的职责本就是救人 肯定是这小子自己做死 还有我刚刚的话 你别放在心上 出去的时候帮我把门带一下 谢谢 我不知道顾尘离开了没 但我仿佛听见了关门声 他应该是离开了吧 直到整个世界都只剩下我自己 我才仿佛拿回了 自己情感的控制权 躲在被子里放声大哭 这款手表是爷爷抗战时 从一位大人物手中得来的 后来传给了同样是军人的爸爸 游记得当时爸爸最后一次出警时 他将戴在手上手表摘了下来 谭言先我一步抢走了他 他扬言这是一波 他是男子汉该由他传承 我站在一旁 看着哈哈大笑的爸爸 将手表郑重地戴在谭言的手上 又摸了摸谭言的头 然后爸爸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妈妈郁郁寡欢 在一个名媚的早上给爸爸殉情了 只留下我和谭言 如今却只有我了 顾晨在房子里陪我待了两天 确定我真的没事之后 又因为公务走了 离开前给我透露了一个好消息 现代国家研制丧失病毒 已经进入了实验阶段 再过不久丧失疫苗 应该就能研制出来 我将他送到门口时 他犹豫着从口袋中 掏出一封信递给我 回去再打开 希望这封信能带给你一些希望 我伸手接过 他却突然上前 用力抱紧我 我想挣脱 却被他抱得更紧了 就一会就好 拜托 他恳求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 我渐渐放松了身体 不再挣扎 约莫过了一分钟 他才将我放开 坚持目送我回去后 才驾车离开 我回到客厅 将信封拆开 这几天 刚努力平静的心 再次起了波澜 眼泪将手上的信指润湿 我是顾晨 有些话本想亲口对你说 但却过于沉重 无法开口 只能以信封的名义 向你传达 我第一次见你 那时 谭言是我的新兵 他带着你穿过训练场时 我曾远远望见过你一眼 你穿着棉带衣 将自己裹成一个球 脸颊被冻得通红 第二次见你 我正在执行救援任务 见到丧尸扑向你时 我心脏突然用力跳动了一瞬 幸好你没事 后来 我还在安全区 见过你几面 你很勇敢 坚强 让我心动 再后来 我被外派护送医学博士的任务 路上正好碰见了谭言 他一直在寻找你的下落 知道你还活着 他第一次不顾我这个队长的威严 用力抱住我 快乐的像个欢托的孩子 可我没想到 我带谭言回到安全基地的那一天 我们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你丧生 谭言那一天 也如同你前日一般 嚎啕大哭 他说只差片刻 只差片刻 你们就能活着相见 我一直想 若是能早一些回来 该有多好 但我更没想到 我还有能活着再见你的一天 是的 我也重生了 你很聪明 消无声息地动了我的别墅 想把它改造成安全屋 我想靠近你 所以谭言每一次回来 我都想尽办法跟随 只是想能再多见你一面 我想你也看出来了 我心愿于你 谭言的牺牲 我很抱歉 也很痛苦 我不知道该以什么身份再来见你 或许 我们应该冷静一段时间 还有 上一世的谭言 有带着你的份在好好的 他说他姐姐不会希望看到 他一辈子现在痛苦里 所以我希望这一世的你 也能带着谭言的份幸福 快乐的生活 自顾沉走后 他再也没有来过 不知不觉又过了半年 通信突然恢复了 我的手机突然又有了网络 渐渐的 可以接收到国家发布的消息 世界重新回到正轨 我将行李收拾好 准备搬出别墅的那一天 门外又响起了久违的车鸣声 顾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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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